大家好,欢迎来到台中Messie酒店 今天要为您开箱的是它的标准客房 首先呢,我们可以看到一个长廊 长廊的墙面上呢,是不是挂满了桌子跟椅子 这是Messie酒店的特点 挂在墙面上的桌子跟椅子,不是装饰品哦 都可以拿下来使用 接着我们可以看到有一间厕所 然后我们看到有一个淋浴空间 配有花莎跟蓮蓬头 旁边呢,还有補充式的沐浴被瓶 地面上还带有一个矮凳 是不是很特别呢? 再来我们可以看到一个洗手台 然后桌面上也摆放了一些被瓶 下方呢,还配有一张椅子 在我身后呢,有一个免治马桶 那我们再往外看吧 随着这个墙面延伸过来呢 我们可以看到还有一些衣架 一些画 再往后延伸呢 是一台大电视 天使的对面就是一张双人床 双人床的两旁呢 有一些矮柜 矮柜上呢,摆放了有一个很特别造型的电话 然后呢,在前方呢,还有一张椅子 那我们来看一下窗外的宫颈吧 往外看是不是很宽广呢 因为这里是台中的重画区 再往下方看呢 有捡运站 这就是今天我为你开箱的台中Messie酒店的标准客房 希望你会喜欢哦 拜拜